大家好 我們來說一個在十幾個小時以前 剛剛爆出來的消息 可能很多人也聽說了 這是由澳大利亞國防部主動統給媒體的 那就是澳大利亞的海軍 有一條由五艘戰艦組成的這樣一支艦隊 它是在前往菲律賓海 跟菲律賓跟美國艦隊 就是里根號航母戰鬥群 還有日本艦隊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的途中 路過了中國的南沙群島 當然它並沒有進入十二海里這個範圍 但是按照國防部發布的消息 它應該是緊貼著十二海里範圍走的 國防部給的消息不是很確切 它里面只是說到了中國海軍的軍艦 跟澳大利亞的軍艦進行了一個類似對峙 很有可能隔著十二海里邊界線 叫一路護送著澳大利亞海軍通過南沙群島 這個其實跟之前有一次 澳大利亞曾經也有過一次 就是軍隊去參與演習的時候 中國軍艦是一路為隨 應該是同樣的情況 這個消息本身並不是很火爆 雙方也沒有發生什麼衝突什麼的 但是結合兩天以前剛剛得到的另外一條消息 我覺得就很有意思 這一次的演習是由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主辦的 但是就在兩天以前印度剛剛向澳大利亞發出了邀請 要求澳大利亞參與印度 美國可能也有日本在印度洋舉辦的另外一次的軍事演習 海上軍事演習 那麼這個就很有意思了 為什麼呢 印度的演習它是例行的 它基本上是定時就會舉辦的 澳大利亞之前其實一直向印度請求說 我可不可以參與這個軍演 甚至2017年的時候 雖然不能參與 但是作為觀察員去參與了這個軍演 澳大利亞其實一直想跟印度 在這方面達成一個軍事的合作 但是一直都沒有得到印度的允許 為什麼呢 主要還是因為印度其實前幾年 還是不希望跟中國發生什麼重大衝突的 還是希望把這個穩住的 但是今年不管是在中印邊境的衝突上面 還是衝突之後的印度一系列反應 包括把抖音等等這樣子在印度禁掉 等等這樣的操作 你都能看出來印度現在已經是 印度的整個的國防戰略 已經發生了一個轉彎 所以今年沒有等澳大利亞說話 印度主動邀請澳大利亞共同來進行 海上的軍事演習 具體印度的演習我沒有看日期 但是應該就在這幾個月 基本上跟美國跟日本 澳大利亞在菲律賓海域 舉行的這個演習是同步的 剛才我們提到四個國家 美國 日本 印度跟澳大利亞 他們其實是有一個比較鬆散的 共同防衛體制的 叫做四邊戰略對話 這個四邊戰略對話其實就是針對中國的 尤其是中國在印太地區的發展的 它最早是有2007年 澳大利亞當時也是右派政府 是霍華的政府 然後日本也是安倍晉三 包括美國跟印度 當時提出來一個是不是要對中國 有可能在南海進行的擴張行為 當時中國在南海還沒有那麼強烈的擴張行為 是否要對他們有一個共同防衛的 這樣一個提示 但是到了2008年很多地方就變天了 比如說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當時是由工黨政府也上台 那麼工黨當時總理就是很有名的 普通話說得比很多人都好的 陸克文擔任總理 陸克文上台以後 基本上立刻就擱置了這樣一個 四邊戰略對話的機制 日本當時也是安倍晉三倒是下台了 換了一個另外相對比較溫和一點的 首先我覺得應該這樣福田康夫 他上台了 所以兩國對於四邊戰略對話 就不是那麼很熱心 然後印度其實我們前面講到 印度其實一直在對華關係上是比較謹慎的 既然你們不肯出頭 那我也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而且2008年想奧巴馬上台了 奧巴馬總統對於 其實不止中國了 對於很多國家的外交關係的處理 是多麼的被動 我之前有節目曾經講到過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這個機制自那以後就一直荒廢了 直到2017年 幾乎不約而同各國又風風提了起來 那麼2017年大家可能還記得 當時的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 在電視裡面就講用中文講 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 所以當時澳大利亞對於中國的態度 基本上在2017年是一個本質性的拐點 2017年川普也上台了 安倍晉三也上台了 那麼中國在南海的塑造島的攻勢 也是越來越盛當時那個時候 所以幾乎就是在同一時間 所有人都覺得這個防衛機制 我們需要重新撿起來 那麼自那以後 中國政府的一系列的外交舉措 可以說促使了這四個國家 不斷地意識到 這樣一個共同防衛機制的重要性 直到去年 澳大利亞總理跟印度總理 同時訪問美國 可以說宣布了這樣一個四邊防衛體系的 正式的啟動和落實 我們就跳脫出來 我們不要以自己是一個 比如說我是華人 或者我是中國人 或者我是澳大利亞公民的角度 來看待這個問題 從軍事角度我們來看待這個問題 您真覺得中國在南海面對這樣三個大國 和我們澳大利亞這樣一個中等國家 還有另外美國在南海地區的其他文國 像馬來西亞 菲律賓 面對這麼多國家 他們在南海真的可以有所作為嗎 這對中國真的是一個有利的戰略形式嗎 我覺得但凡有一點戰略眼光的 不管是你去看地圖 還是看雙方的軍力對比 還是看比如說很多跟戰爭有關的其他的因素 您真覺得這是對一個中國很有利的戰略形式嗎 像這樣一套防衛機制 它本來就是一個鬆散的 一個預防性質的 而且在左派上台以後 為了討好中國 為了讓中國放下戒心 可以說是紛紛的是擱置了 甚至是廢棄了這樣 幾乎廢棄了這樣一套防衛機制 那麼到底是誰讓他們覺得安全問題 已經迫切到不得不重新連接手來 共同面對中國了呢 我知道很多中國國內的朋友 包括很多擁護中共的朋友 我還是叫您朋友 因為我知道擁護中共只是您的觀點 有個壞觀點的人並不一定是壞人 我知道你們會從國家戰略利益的角度來出發 說領土領海是一點都不能讓的 真是一點都不能讓嗎 中國的對南海的主權的要求 本來是十一段線的 它是怎麼變成九段線的呢 它變成九段線以後 為什麼它又割出了一部分 當時叫夜陰島 現在叫白龍尾島 給了越南呢 其實蘇聯跟中國 大家很多什麼蘇聯啊 俄羅斯啊霸占中國領土 其實蘇聯當時在跟中國做看見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對中國是做了壹個領土的讓步的 就像中國對越南做領土讓步是壹回事 我們舉個很小的例子 中國跟蘇聯在珍寶島不是打過壹仗嗎 蘇聯解體以後 蘇聯解密的檔案顯示 當時在中國打珍寶島以前 蘇聯曾經考慮過把珍寶島就讓給中國了 改善兩國的關系 這個是白紙黑字的 所以說不管是中國還是蘇聯或者俄羅斯 都曾經做出過對外出讓自己的領土 以換取壹個更好的戰略位置 或者換取壹個兩國關係的改善 總的來說就是更好的戰略優勢的 這樣一個事情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兩國也都說過 我們的領土一點都不能少 但是我們大家應該知道 外交辭令是一回事 真正的當我們在運籌圍幄的時候 真正在考慮問題的時候 主權是不是就是所謂神聖不可侵犯 或者是其實不是的 是可以轉上的 這個哪怕是老百姓 哪怕是那些被蛊惑著上街遊行的人 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 只是不說出來而已 那麽中國的領導層 難道就不明白這個道理嗎 就不明白惹眾怒會有什麽後果嗎 他們當然明白 但是爲什麽還是要這麽做呢 其實我前面舉的那些例子里面 已經給出了答案 就是因為在川普上台以前的 這個10年左右的時間里面 08年到2017年這個時間里面 西方的左派對於中國的不斷的縱容 綏靖和縱容 讓中國形成了這樣一種慣性的思維 就是說我只要對你強硬一點 再強硬一點 你就一定會讓步的 所以這個東西一旦形成了一個慣性以後 你想停都停不下來 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極權主義政黨里面 尤其是在這樣一個 就是黨內的矛盾非常突出的政黨里面 雙方只有比誰對外更強硬 才能獲得話語權的這樣一個政黨和政權里面 這個是沒有回頭路的 所以說在川普上台以前 8到10年時間里面左派的執政 對中共來說是個好事 讓它可以攫取大量的戰略資源 同時但是對他來說也是一個甜蜜的陷阱 就好像有個故事 說有個人抓猴子拿個瓶子 瓶口很小瓶子里面很大 裡面倒滿了果子啊花生什麼的 然後猴子過來把手伸進去抓那個花生 抓了以後這個手就 因為裡面鑽滿了花生就出不來了 這個時候人就過來把這個猴子給抓走了 其實猴子很清楚 我只要鬆開手不拿花生 我就可以抽出來趕緊溜掉 但是貪婪讓他永遠也鬆不開那只抓緊了花生的手 好吧那行那麼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我們下次再見了 還能夠吵死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